非常缺乏有票房号召力的女演员 我指着这女演员是演技派的女演员 她不是像那种没有什么演技的 包括我说杨幂 像安卓拉贝贝 像景柴 这样的 非常漂亮 很年轻的 可是演技层面有点提不起来 我不说的不包括这些人 是指那些演技被大家已经出不认可了 可是到电影市场的偏偏又不灵 可是你看这梦想合伙人呢 最后呢 七八千万的票房 等于出品方呢 亏了八千多万 结果这姚陈现在呢 也被称为 跟范冰冰李冰冰刘亦飞一样的 票房主要 光有名 可是市场票房号召力比较差 那么这种现象呢 我们看在这个中国电影界呢 并不是偶然现象 甚至快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有实力的当风花旦 反而没有电影市场的票房号召力 类似的情况下谁呢 海青孙丽 他俩这名气够大了吧 电视剧里头 你看孙丽 真环传的 米月传的 海青啊 媳妇的美好时代啊 等等等等 有诸多非常出色的角色 那么像 姚陈呢 孙丽 海青这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呢 首先有一点 电影和电视剧啊 电影和电视剧啊 它根本不是一个部内的艺术 电视剧呢 你有时间去塑造角色 为啥呢 一般电视剧都三次十集 一集四十多分钟 你有通膨的时间呢 铺陈情节啊 做造人物 一点点 把大家带到人物里面 可电影不行了 电影就两小时 所以他不给你那么多时间 让你去塑造角色去 你马上就得进来 所以这个对演员的要求啊 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还指呢 演技上得到大家认可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类的女演员呢 有基础的演技 名气也足够大 甚至都到了顶来 可是他的精力和心思呢 并不再挖掘演技这块 一门心开脱自己的商业帝国 所以到现在为止 电影市场上依然毫无号召力 谁呢 范冰冰是典型的 所以像范冰冰这类人 心思在他的商业帝国上 所以这也是 现在一些花旦 没有能够拥有电影票房号召力 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我刚才说这些呢 这是从演员自己出发 他的内因 他能不能适应电影啊 心思在不在这上啊 那其实呢 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大环境 对于花旦 崛起成为影后 也存在着一些障碍 什么障碍 首先呢 中国电影市场啊 给这个女演员 施展的空间就不大 这和我们国家呢 几千年下了 一直是个男权社会有关 虽然现在男女平等 但咱们也知道 男权的影响无处不在 你看很多女人 为什么拼命减肥 有的龙兄 其实就跟过去一样 楚王爱惜妖 宫中多个死 这还是从男人的角度看 你这个减肥 龙兄整容 都是从男性角度来看 你等到舒奇 在《熊龙爵》里演杨雪莉 更是如此 你就是个花瓶 你这出现 就为了陪衬胡八一 陈坤演的胡八一 如何英明国感 如何神武 所以从开始到最后 舒奇就一句台词就够了 胡八一 你个王八蛋 就这一句就够了 不需要傻眼睛 花蛋 要想打破现在的困境 首要还是从自身入手 一定要敢于牺牲 敢于扔掉 自己以前的一些成就 你不去扔掉那些东西 心都永远进不来 你只能无限制 停留在花瓶的循环当中 循环循环 你三十岁了 年华一天天老去了 你就不行了 所以我